这里是打工人的专属吐槽热线 打工不如打电话 我是程璐 我是小慧 我是张雪峰老师 我以为他俩说了 该到我了 哈哈哈哈 原来原来没有欢迎我啊 对 嗯欢迎欢迎欢迎 哈哈 考研吗 哈哈哈哈 我都没好意思问你俩 你知道吗 反正是看你两个这样子 应该是不太想考 录制是考研预报名的第一天 哦 所以说每年今天就是热搜市 肯定有一个叫做眼长网崩了 对 然后每一年就是 因为今年全国考研数 很有可能会超过500万人 史上最多吗 对 应该是史上最多 又是史上最多 怎么说呢 就是自从我火了以后啊 哈哈哈哈 原来是你带火的 不不不不 千万别这么说 我经常因为这个在网上被骂 就是他们给我 给着我起了个外号叫考试名证 哈哈 比如说我说考研好 然后这考研这个人数就开始往上涨 我说这个教师资格证 马上会成为中国第二大考 啊 结果这句话没说对 他变成了中国第一大考 哈哈哈哈 我说我考CPA 然后的话那帮考CPA的人就跑过来骂我 哈哈 不要再说说 哈哈 哈哈哈哈 你就呼吁一下考这个脱游演员资格证吗 啊 对 您有吗 哈哈 哈哈哈哈 我没有啊 你回头搞一个可以收点钱呢 应该会成为一个很大的证书 呀 这如果起了个二号叫考试名证 哈哈哈哈 可以搞这个可以搞这个可以搞 我们行业的学历好像也越来越高了 对 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像如果说你要讲脱游秀的话 真没必要说有一定的 非得说你高学历才能怎么样 对呀那帮人真是 你不要抢大家的方法了 哈哈哈哈哈哈 本来就把里头换去乎乎吃 你还拿着跟着抢 对吧 是 我跟小慧是都没考过研的 那诚哥你报过吗 我报过 后来为什么没去呢 就没复习呗 哈哈哈哈 就自己把自己给淘汰了 假装考 对所以说的话我也通过这个节目啊 然后希望看这个节目的朋友啊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你学学成路 哈哈哈哈 这叫有自知之明 对吧 可以报 但是也可以不考嘛 其实每天像你这样的应该有很多 对 非常多 大概有个 百分之十五吧 差不多 就是能考完的 就就剩下的就已经不错了 所以说在考研当中有这么一话叫 胜者为王 哈哈哈哈 我给你举个例子 就是我真是一个学生啊 他要考研 然后的话他制定复习计划 嗯 好多不学学坏的 你知道吧 哈哈哈哈 他学一帮人直播上次级 我不知道你没有见过 哦 很多 在他那个自习直播间里边 就会列出时间表嘛 对吧 然后几点几点干啥 几点几点干啥 我就感觉直播 自习的 就形式大于内容 你干嘛还要直播出来 对 其实在这直播上自习 底下看的书 不一定是什么书 哈哈哈哈 就是我建议你们 没什么事的时候 去一些那些 那个大学的那个图书馆 他有的大学那个图书馆 他有那种观光电梯 你知道吧 然后的话 你从一层往上走的时候 你就看这一层的人在干啥 那一层的人在干啥 然后有的人就拿手机 在这横平的 你知道吧 然后有的人拿手机 在这可能看什么 对比如看图 你去图书馆看人的 不是看书的 哈哈哈哈 你觉得现在的环境下 建议大家考验吗 看你个人情况 我这个人真的 大家千万不要对我 刻板印象啊 哈哈哈哈 我从来不劝大家考验 你爱考不考 你考不考 跟我有什么关系 对吧 你考上 你给我发钱吗 对吧 你考上 你劝我实习吗 对吧 你考不上 你找不到工作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爱考不考 你不考我的世人考 对吧 但我从来不劝大家考验 千万不要误会了张老师 他真的就是希望大家考了 都考验 无所谓误会 误会就这样产生的啊 没办法 名人嘛都有误会 明人嘛 今天是要上来一个观众 就先问一下他的 是不是研究生嘛 小慧 你怎么能这个样子呢 我们应该是上来一个观众 就问他你要不要考验 你知道吗 你考生也得再考一个 你没考你就别给我打电话 来我们听一听啊 你好你好 这里是打工不如打电话 老师你好 我叫大头 你叫大头 那我叫什么 小陈 我是小头 然后我们旁边还有张雪峰老师 你好 雪峰老师好 你好 你考研吗 不是 行啊 你今天有什么想跟我们吐槽的 头太大了 太大 好想跟你比一比啊 我要制造我们前公司的领导 我的前公司是国内一家 很顶级的娱乐公司 哦 小国文化 行 我们又再不顶级了 然后我在公司 负责综艺节目的创意开发 哦 对 然后我的前领导 他是一个特别没有眼光 然后还爱转播 然后我也好几次有机会做出爆款综艺 但是都在他的努力下就没了 哦 要为什么吗 他说要请张雪峰 后来他领导说不行 哈哈哈哈 没有眼光 哈哈哈哈 16年的时候国内外恋爱综艺 婚综艺 哦 恋爱综艺 很谎 就都特别红的时候 然后但是我跟我的领导 讲到我想做一个离婚综艺 哦 然后他开始就说 大家都喜欢看甜甜的节目 都想去看那些离婚啊 重能量啊这种节目 就把这个东西给否定了 嗯 然后19年的时候 韩国就开始先做了这个离婚综艺 然后当时爆红 嗯 他被打脸了之后 他就说 哦那是国情不一样啊 就是韩国做可以的话 国内做不一定行 然后又过了两年 中国也做了 就开始就爆滚开 然后他再次被打脸 但是呢他不承认 他自己的错误 他就跟上级甩锅 就说 这个其实是当时团队的决定 不是他一个人的 他不就是团队领导吗 一到出事了就是团队了 有好事就是他的啊 那他后悔吗 他自己想 他挺后悔的 因为他钱少了嘛 哦他钱少了 所以这是 你猜到是哪个公司了吗 啊就这个 不知道啊 我可以小小的爆料一下 就是最近有一个很火的古装仙侠剧 然后主角第一就是我签公司的 我马上开始搜 小慧就是非常能有这方面的嗅觉 然后我觉得蛮后悔就是没有去做离婚综艺这件事情 因为我当时我最后悔 你还在16年你提的建议 现在还在后悔 对吧 陈鹏老师也离婚了 然后就后悔 我就知道在这等着我 一直在提 嘉宾都已经选好了 真是的 你现在在做啥 你还在做综艺吗 这跟我们前公司有关 就是当时有一个男生去我的前公司 应聘选秀的一个节目 然后当时又是我的这个前领导 他很没有眼光 白发巨片了 然后后来这个男生 他被其他公司迁走以后 通过网续抱好 然后这个男生近期把我迁到他们的公司 做经纪人培训的工作 可以啊 你现在很好啊 培训经纪人 快让我猜猜这个男意 谢谢 再给点信息吧 这个男生很早期的时候参加过 也太早期了 我都没开始看综艺呢 行啊 这个 但是你也算因祸得福了 对吧 现在应该工作比原来开心啊 嗯 就是 原来这样也可以让他秀是吧 可能下一次打电话 进来就叫做 就是现公司了 就是现公司的老板 行 我们等你下次再给我们打电话好不好 好 好 谢谢 谢谢 你们会喜欢那种 就是独裁一点的领导 还是说喜欢那种团队合作多一点的 我其实喜欢相对独裁一点 呃 啥意思就是重要的事情他一定要对拍板 我觉得就是其实大部分是要领导做决定的 这话你还敢回答 哈哈 但总在旁边看着 哦 原来我在你心中是这样的形象啊 他就是这个形象啊 哈哈 当年我们做 你像脱口大会这个节目 其实就是老叶 独裁的结果 我们所有人都不看好 因为 没有人做过这种节目啊 就是一个人上去讲五分钟脱口 就 那他 他太难了也 就是 但老叶就是硬硬要做 我们就硬跟着做 就 也是 硬获得福吧 都不想做 然后就 哎 你这个 他这个行为就拍马屁吗 哈哈 这好像也不叫 又在骂他 又在夸他 哈哈 哈哈 张老师在公司是什么型的领导 老板吗 哦 我 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是什么型的 哈哈 我在我们公司的群里边 我的 备注是叫发红包屋部长 哦 对 就是我的任务就是 给大家去发红包 发钱 让大家快乐 对 我的任务就让大家能够在公司里边 开开心心的 然后有钱 有钱赚 有钱赚 对 好老板真的 非常 很想去张老师那儿上班 给我一个不生气的理由 行好 我们准备听一下下一个电话 来我们看看有什么故事 喂 哈喽 哎你好 哎 我是成都 我是小慧 我是张雪峰 哎 欢迎来 张雪峰老师 对对对 今天刚报的名 怎么你为什么听到我名字这么激动 老乡啊 啊老乡啊 啊 不切盒的 你切盒的 哦 我家切盒的 哈哈哈哈 落下了 哈哈 来 有什么问题说 就是我前的前两天经历了一个事 啊 就是人家都说老乡见老乡 两眼恋猫猫 但是我被老乡给坑了 哈哈哈哈 我就是在外地工作 有时候就特别想家 然后呢 在外地能碰上老乡 其实特别不容易 而且那个人还是激稀的 这个张老师应该知道 嗯 离得稍微近一点 嗯 对 然后我就特别亲切 然后啥事呢 就前两天正好休息 然后租了个车去录影 然后晚上不是要还车吗 嗯 我也是打个话 我说你来把车取了吧 嗯 那人说哎 我们那个车行 就只剩一个人了 你把那个车给我送过来吧 我说行啊 然后我就开车给他送去了 快到地方的时候 突然出现了一个SUV 把我给别扭了 然后呢 我后车的那个车门 就刮了一道大领子 哦 大领子是什么 刮了一个刮痕 嗯 谁选择呀 把SUV吧 我我我当时我就马爪了 所以我刮完了之后 然后我开头 我一看那车就没影了 但是我这也是第一次租车 我当时也没下车看 我就把车开过去了 然后开到那个车行之后 我白天租我车 那小伙就下来了 我下来之后 他一看 哎 刮了个领子 赶紧打电话叫人 然后给那车行里边 两个男的下来了 就三个大奶媳妇 把我拼那了 怕你跑了 对 然后就是他们演出戏 你知道吧 有个人说 哎呀 这挂坏了 这得赔钱 然后另一个人说 哟 我感觉这得两千多块钱吧 然后那第三个人就说了 不行不行 我觉得这这起码得四千多块钱 可能四千多块钱都不够 嗯 延起来了 然后你知道我这人 我吃钱如命你知道吧 就是 我当时听到说 我要赔钱的时候 我当时没生气 而且我租车 我是买了保险的 我当时我就跟他们距离地争 就是 我吃东北人的血腥 我就上来了 因为现场三个人 我说不行 咱就干一下吧 干一下吧 这么狠吗 是的 然后呢 然后没打过 当他们看到我态度 特别强硬的时候 然后呢 来天租我车 那个小伙子 又打了一个电话 又叫了杀人 又叫了两个大老爷们 就是五个大老爷们给我回数了 一为五 然后就伸手管我要钱 哎 哥们你就给我四千块钱 这事就平了 哇 我当时我一看五个人给我回那时候 我说行 大哥 我把钱立刻转你 能让我走了吗 然后就转了钱了 就没走正规的保险啥的 啊 纯给钱啊 万一我让你揍了呢 你不是大老爷们吗 你不是血性吗 血性吗 那五个男人我也打破呀 多加俩人就不行了 是吗 只有三人血性 我后来问了同事啊 我同事他还是修车的 然后我同事说 大概六七百块钱就可以解决啊 然后我就特别难受 就是我外面碰了一个老乡 然后这老乡还坑我 而且还有一个难受的事 就是我觉得我特没面子 就是 不是你这些你我跟你说啊 就中国有句名言啊 就是叫有事请找人民警察 你当时带瓜也好 包括下边是什么下来 其实都应该报个警 你为什么不报警呢 你又不是说去了一个穷乡批长的地方 对吧 你也没干啥事 那当地应该都有什么监控摄像头 他一看就能看出来 刮你那个车的人是什么情况 然后全格是什么情况 这个你当时为什么不报警呢 不是我当时觉得这玩意是个套 这人跟我说车行就一个人 然后结果下来五个人 然后我看到地方的时候 你八个人八百个人一百个人 你该报警还报警啊 你转完前你出门就应该去报警 你知道吧 这事你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大前天 大前天呢 现在报警还来得及吗 对现在报警还来得及 没有问题的 大前天你现在报警还来得及 我们接通一下110的电话 对 真的啊 我们这个一会儿 程老师把你的电话挂了以后 你马上打110 但是我现在在给他发微信 然后给他打电话 他又不接 然后来来来来 你把电话给我 把电话给我 我们是真的要解决实际问题了 那你帮我解决一下 行 你方便叫什么吗 我叫 你花多少钱 四千 啥车 这个宝马机器 行 来来 你等着给我来 江湖机 好 我们现在打一打看看有没有人接啊 我都不敢说话 我这 又又又 张老师 哎呀 中国还有军名言 牛里你怕啥 嗯 牛里你怕什么啊 对吧 你这 喂 喂 哎 你好 喂 你好 哎 你好 那个是车行吗 对对对 哎 你好 那个是这样的哈 我前两天呢 有一个小兄弟叫小 在你那儿 那个租了个车 嗯 租哪个车 租了一个宝马衣系 啊 宝马衣系啊 嗯 然后的话车出了点小问题 然后的话给你们赔了四千块钱 你对这事有印象吗 啊 对对对 我记得记得 记得是吧 这钱是你收的吗 啊 这钱我收的 你你是 他是在哪租的 是到你车行去租的 还是说通过平台去租的 平台啊 通过平台去租是吧 那他正常来讲的话 如果这个车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 他这个东西 应该是报警处理的 这个需要报警吗 怎么就不需要报警的 交通 你出交通收购不报警吗 啊 那你报吧 你看你咋处理吧 对啊 我就意思说 如果这场报警处理的话 警察最会鉴定 你那个车损乱七八糟的 要不到四千块钱 你得给退是吧 怎么我退退啊 如果说我鉴定完以后的话 假如会六百块钱的话 你最后你给我收了四千 你这叫讹人你知道吗 哥们 啊 兄弟我告诉你啊 你第一遇到以后 遇到这种事情叫讹人 然后一会儿呢 小王肯定会报警 啊 好吧 你知道讹人的话 正常来讲的话 如果按照这样 管理处罚条例 你什么结果知道吗 报警 报完之后 去他连一位吧 这人 那行吧 那我们就报警啊 好 报警就完了嘛 对 这有什么好唠的呢 对吧 你把这段小王回头 小王还在吗 不是他 他知道我住哪 怕啥 不是 有个老爷们你怕啥 他住五个老爷们 你你你几个老爷们 你怕啥 今天那个 去张老师家 张老师会陪你睡的 就是在你家楼下 社会上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 尤其是你认为这个东西 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个 应该由警察出来处理的事情的时候 咱们就按警察处理 而且其实刚刚那感觉 他是有点 欺软怕硬 对 你说报警 他就是 对啊 他也没说到底 咋来的这四千块 对 你记住啊 兄弟 遇到任何事情 有事请找人民警察 这是一个法治社会 嗯 好 打工不如打110 对 行 谢谢老师 谢谢 拜拜啊 拜拜 哎呦 张老师还是 见过事 对啊 我们遇到这种事 都有点怕 我就感觉 我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 经历过 我有一次是什么呢 有一个那个 我在北京南站打车 就是正好我开车门的时候 我没注意后边有一个车 在停车场里边 嗯 一个车 啪就开过去了 就我一车门开的比较大 然后就把人家那个 倒车镜直接给干掉了 嗯 然后的话 他说 你呢 肯定是权责 叫警察来 你也权责 我说报警 说报警 说兄弟 我认识你 你是张学峰 哈哈哈哈 马上怂了是吧 没有没有没有 张老师真性情啊 好 我们看看我们下一个电话 哎你好 我是那个打工不如打电话 导演组的 然后就是关于上次车行的 一个事的一个后续 就是后面你有报警吗 那个事是这样的 当时我听了 学峰老师的话 我刚才报警了 然后呢 后续我们平台三方 都协商了 然后最终确定了 一个赔偿的计额 然后多余的那些钱 车行那边的人 都已经发给我了 我当时还心里害怕了 但是后来我报完酒之后 我发现 哎 这个事解决起来 还是挺简单的 谢谢你们 谢谢 好 我们看看我们下一个电话 哈喽 哎你好 哎我是成璐 我是小慧 我是张雪峰 欢迎来到我们节目 领导好 小慧好 张老师好 领导 领导是什么意思 好直接 好直接 你是 你考研了吗 你怎么称呼啊 你叫我毛毛吧 你今天有啥想跟我们聊的 就是想吐槽一下 公司里面一种 算是现象吧 就是 向上疯狂的拍马屁 就是拍到 就是天昏地暗的来 有点羡慕啊 拍到天昏地暗 快快让诚哥听一听 让他高兴高兴 因为我待的这个公司 人员架构什么都特别大 然后主要的体现在 我的女领导的身上 就是她是一个真领导 跟我不一样 就是 我是 挂名 我是在公司挂名 她是一位 估计啊 咱们也不管乱揣测 但差不多 她应该是属于 年收入在500万上下 哦 哦 这确实 这确实是被领导的 然后她不是 被拍马屁的那个 她是带领着我们 向上拍马屁的那个 怎么拍啊 程璐在想 什么公司我也去 特别想知道 她咋呆你们拍马屁啊 她的方式就是 你一切可能的情况 就是出现在她的领导面前 然后以一种过于卑微的方式 比如说上级高管的话 不是经常会有一些会议 但是这些会议肯定是跟你有关 你才参加嘛 嗯 但是我这位老板 他就可以在得知了他的上层有一些相关会议 但是并没有邀请他的情况下面 他还要想尽一切参加 硬参加 对对对对 就是硬参加 嗯 就是一种马上要开会了 我帮这位大老板拿手机的方式 然后 强行加入 对对 强行加入 就仿佛它是一个人形手机 就可以进入到这个会议室里了 他手上没事吗 我也想问一下 他手上没事 可能就是没事 不过有一些大公司是有这些文化的 我们 你们也有是吧 我们还没那么大 开始爆料了 我们有次录节目也是 对方一个大公司团队的人 跟我们一块做内容 突然他们一个领导来了 他们就放下手头的所有的工作 说今晚要陪领导吃饭 就不写剧本了也 也不干活了 但整体上来说 咱们这位领导还真的挺厉害 比如说像有的时候 大老板坐在那里有个啥事 这位领导只要抓到机会 能够和他说点啥 就会冲过去 蹲下来去跟老板说 然后就是单膝跪地 他还会主动去帮老板整理 衣服帮你绿绿瓶啊 这么细致啊 帮你绿一绿啊 他对你们好吗 他对手下好吗 也不能说好不好吧 但是他对我们会有一些 类似的要求 他的原话就是 老板的形象多重要 老板不是也经常会有一些采访啊 或者拍片啊啥 他又会说 那这个时候你们在的话 你们就应该去给他吸吸油 为了啥的 但是我感觉 这场上还是男女有别的 我这样贴上去给男老板 吸油弄衣服 反正我是做不出 所以我职业生涯可能就到这儿了 关键是 关键老板娘看着怎么下 就冲上去给人整理衣服 对啊 你那么主动 你老板娘回头对吧 不知道整理 给撕你衣服 是吧 狐狸精 他没有一些具体拍马批的话 咱也 对 我也学一学 对吧 反正就是老板说啥 你就一定的说老板做得对 就是没有立场了都 对吧 为了奉承 我也见过有那种同事 就是有一次领导他穿了一个 可能是新买的西装 配了一个什么领带 然后他就问大家这个搭不搭啥 明显是不太大的那个红领带 搭了一个什么西装 但是那人就一直在夸 就是这个红领带 就是闲的人 整个人非常的有精神 就是硬夸 还有就是因为咱们是一个外企 所以呢 其实在除了中国以外 还有一个总部的高层吧 所以他给我们组织摸底考 摸底考的内容呢 就是默写那些 我可能下三辈子都碰不到的 高层的英文名字 和他们的牌头 所以说他就对这一份工作 没有安全感 对 没有安全感 他没有安全感以后的话 他就想办法去找一个 就是抓手嘛 对吧 就是说 对 我拍马屁 领导是不是就一定会念着我 对吧 然后的话 如果说就算有一天公司要裁员了 他也不会裁掉我的 对吧 所以说的话 拍马屁也许是他 这样的一个 一个直接的原因和目的 但是我个人觉得 真的 这个毛毛 你不要被这个事给影响掉 的确是非常的受影响 就是搞得我整个人都上班的时候 我特别的混乱 你不要把自己给影响到 因为我觉得职场人立根 还是要靠本事的 那为啥他就那样立住了呢 我跟你说毛毛 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人都有 我跟你讲个事啊 就是原来我也是录过一个综艺节目 遇到过一个男的 巨抠无比你知道吧 我抠到什么程度 他说我特别爱旅游 然后我每次买飞机票 都不超过一百块钱 我说这个人就是个人 我说这是个人才啊 对吧 他说我呢是这样的 我啊 看飞哪不到一百 我就去哪 这确实能解决 然后一帮所谓的嘉宾就说 说你这辈子肯定找不出对象 但是我说了一点 我说他未来一定能找到对象 为什么 因为你在没有遇到他之前 你不会想象到世界上 有这么抠的人 你敢想象到这个世界上 说不定有一个比他还高的女人 在等着他 所以说你不要因为 所谓某一个人 因为拍了马屁就成功了 就认为拍马屁是职场的规则 千万不要觉得老板是傻子 你在拍马屁 还是你对公司的贡献有用 他心里边心知肚明 对 你以为他傻吗 对吧 你说你看得出来 你同事有没有同感 都有啊 对啊肯定嘛 老板肯定也知道 就不要觉得这是一种常态 你要在职场当中的话 你还是要有自己的真本领 一定要有自己的真本领 你刚刚是不是已经笑了 我们的任务早就完成了 不知道我们还有任务 我们的任务是让你笑 让你开心一点 对 笑了好多次了 好 对 谢谢 谢谢 好 希望你开心啊 拜拜 谢谢小慧 谢谢张老师 专注工作 对 专注工作 少拍马屁 拜拜 好 拜拜 拜拜 诚哥有那种就是被人拍得很爽的 就你觉得这个尺度刚刚好 支撑啊 支撑就是太会了 哪是我拍的好呀 都是你领导的好 感觉职场里面这种人还挺常见的 对 但核心还是就张老师说的 有业务能力还是 对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 就是不养先人 对 一不养先人 第二就是有的时候 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老板是傻子 对 千万不要这么想 还真的不养先人吗 哈哈哈哈 有点危机感了 对啊 小慧肯定挺闲的 应该是 当他养先人的时候 他可能会觉得说 哎 这个公司现在目前发展状况还可以 但是一旦到雷锦阔袋的时候的话 你看他摩托霍霍像谁 加油啊 哈哈哈 明天就回去家里班吧 不行 小慧突然 哦 原来不养先人 哈哈哈 行 好 我们看看下一个电话 来 喂 哈喽 哎你好 啊 陈璐是吗 啊 对对对 你好 你是研究生吗 哈哈哈 我是研究生啊 啊 打扰了 我因为今天有我 小慧还有我们的张雪峰老师 你不是研究生会很难聊 没没没没没 哈哈哈哈 我虽然是研究生但我还真用不上张雪峰老师 那我不说话了再见 哈哈哈哈真用不上 因为因为我是国外的研究生 哦哎呦这厉害了这厉害了 啊 小慧小慧我很喜欢你了 小慧 谢谢谢谢 我不是研究生 哈哈 我们都不说研究生这个话题了吗 哈哈 今天有什么想要给我们吐槽的 哦 我想来吐槽一下我的前领导 哦 可不合理的地方就是我的日常工作除了写稿之外 还承担了很多不属于我的工作 就是我在实施了没多久之后 领导他向我到外面的礼品店去了解一下那个铁皮石壶的价格 铁皮石壶是茶吗 这种保健品吧 哦保健品 好 然后我就去了 就跟领导互报了 领导就很不满意 他说你你这个事情办的不好 但他又不告诉我我为什么做的不好 我就很懵 然后他有一个司机 他就教育我 他说小慧你这个事情为什么办的不好 因为你办事的程序不对 领导让你了解铁皮石壶的价格 你起码就跑三家不同的店 然后起码要找多个不同的品牌 不同的厂商生产的这个不同规格的铁皮石壶 你把价格全部都打听清楚了 然后整理成一张表格 然后拿着这个表格 再跟领导去汇报 这个跟你本职工作是没有关系的对吧 没有关系 我是一个写稿的呀 我就是做的是记者的活 我就很无语 但是无语之余 我又觉得好像说的很有道理 然后接下来我就开始深度参与我们领导的生活 他的母亲当时是住在养老院的 大概不到一年时间 他母亲就去世了 我跟司机就在办公室里折元宝 参与的有点太深度了吧 对 关系是我们领导他没有折 就他一个都没有折 还是你们孝顺 还有就是他儿子当时正在读高中 他就让我去药店买胃药 然后就送到他儿子的高中 送给他儿子 然后我以为是他儿子胃痛 结果是他儿子当时交往的女朋友胃痛 你管的 你要负责的事好多啊 全家人 那这些事情你不做的话会怎么样 它就会影响你正常的工作吗 当时可能被TUA了吧 领导让我做什么我都应该做 然后我当时受的家庭教育也是这样子 就是能者多狼 全吃苦了 对啊 然后他还让我洗车 还要去洗车 那不是有司机吗 就是我刚才想说的是 他这些活其实司机都可以干 正常来讲司机是要干的 对 对我就在大院里面洗那个车 然后所有人走过来走过去都能够看到 他们就会说 你们领导怎么让你一个小姑娘洗车 然后他还要求我打蜡 打蜡你都会了 你文物全能又能写稿 买蹄虎打蜡 对他还他还陪着我换文汤 你啥你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件工作不应该你做啊 我一直都有意识到 但是我不敢说 然后但是我在那边工作一直没有给我转正 他每个月大概就给我三四千块钱 就我一直是一个实习真的待遇 他就扣到什么程度 他自己家里他的抽水马桶坏了 让我跟司机跑到陈郊的装修市场 找那种打折的那种抽水马桶 然后买了之后 就是让司机去他家给他装 就是狠劲的好你俩了 对对对对 OK 然后我特别想问的是 那个司机现在还是个司机吗 对 那个司机还是个司机 还是他的司机 对 然后还有一个细节就是 虽然这个领导很激发 但不可否认我 我在他那边肯定也是学到了很多的 对你都会打蜡了 打蜡 学挺多的你 然后他还要求就是随时随刻 必须第一时间接他的电话 他的原话就是 你哪怕再提早 你的手机也给我再进一室 手机坏了你给我赔吗 就是有些单位 他有些领导真的要碰的 对 真是要碰的 有人需要伺候啊 确实是需要碰的 因为我说实话 你知道我在听他这一段的时候 他真的不是我知道的 或我听说过的 我见过的在单位里边 被用的最狠的那种 还不是这一种 你知道吧 他这个还远远没有到那种地步呢 可能因为我还没有展示 但是公司里面也是会有一些领导 有各种各样的要求啊 小事啊 让你办来办去 但我不会说因为所谓的我是领导 我会去刻意的要求员工 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对 就是公司这种职场里面 这种情况也会有 但就不会像他这么严重 因为一些公司里边 就是说你让爷伺候 爷不伺候了 对 他可以走吗 他可以走吗 无所谓 就是赚赚分钱嘛 小慧哪有那么容易离开效果文化 谢谢你来给我们打电话 然后希望你开心 谢谢 谢谢陈露 谢谢小慧 谢谢张女孩 谢谢拜拜 拜拜 张老师现在是领导算吧 是 是老板 你会让员工做 帮你做接孩子这种 那肯定不会 你要让员工 有些让女员工接孩子 怎么换妈妈了 这个肯定不会 但是比如说你们在效果 不管是来我们效果参观的哪一位客人 那单总说小慧你去倒杯水过来 这算POA吗 或者说什么行为叫做POA 我让你帮我拿个水 我让你帮我拿个外卖 这叫POA吗 这叫所谓的就是职场压榨吗 我觉得你不好界定吧 我在公司还是挺那个卑微的 开个会端茶倒水 我都主动干 是吗 你也很不像 就是哎呀你们不知道 我这态度很端正的 你是项目经理吗 我还不是项目经理 当经理就可以不用干 小慧加油 成了小慧加油节目了 所以张老师今天听了这几个故事 你觉得哪一个你印象最深 有感觉 拍马屁的吗 对拍马屁那个印象蛮神的 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 在职场上当中 你遇到了一个所谓的 你认为不太好的行为 但是这个人通过这个行为获利的时候 这不一定是常态 一定要保持一个正常的心态 不要说说人家怎么地了 然后你就跟着去去怎么样 不一定不要随意忙 不要硬对不要硬来 然后我们现在是大家正考研最忙的时候 张学峰老师来肯定要给大家加个油吧 考研还来看咱们节目 哈哈哈哈哈哈 看我们节目的考研同学恭喜你 你考不上了 哈哈哈哈 没有没有没有看到这里心都凉了 没有没有没有 考不是这个 该来看我们节目看我们节目啊 该去看脱口秀大会 看脱口秀大会 因为我经常讲 我说人的就像一根皮筋一样 你不能一直拽 你也不能一直想 你要张持有助啊 所以说有时间 对多看脱口秀大会 多看我们打工不如打电话 然后的话 在最后的时刻 要么就一直努力下去 要么像程璐老师学习 早点放弃 早点放弃 早点开心 我真的尤其是建议那些所谓的 正在准备要考验的大三的学生 真的最后一年 想好 要么好好学 要么好好玩 对 你要不然学没学好 玩也没玩明白 你这个大学上的 真的有点太亏了 浪费了 对啊 真的荒废青春 好 感谢张雪峰老师 然后我相信呢 还有很多观众啊 也有很多的吐槽 想要给我们讲 欢迎打工人们通过小程序 社群 微博 视频号等多种渠道 关注并报名我们的节目热线 来这里吐槽生活 发泄情绪 咱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再也不见 再也不见 拜拜 我俩还在 你咋盘文节目都给整没了 这里是打工人的专属吐槽热线 打工不如打电话 我是程璐 我是小慧 我是张雪峰老师 好我们听听下一个故事啊 来看看有什么可分享的 哈喽 哎你好 我是程璐 我是小慧 我是张雪峰 欢迎你 你怎么称呼啊 你好 叫我柔柔就行 柔柔就行你好 这个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做宠物行业的 哦 你说说你的 想吐槽 想想跟我们聊点啥 我想跟你吐槽一下 我和我前男友 跳这么快吗 我们这个节目好像叫单身不如打电话 反正都不如打电话 谈恋爱不如打电话 你说 是这样的 就是我不是和我前男友在一起五年了吗 因为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嘛 然后突然分手了 然后他就是说了一句什么不合适 就跟我提分手了 哦他提的 对就非常非常生气 去年他就一声不吭 没有和我商量 就回了自己老家 这也很神奇 就辞去他的工作嘛 然后就回去了 就回去躺平 就是每个月做了三四千块钱公司的工作 因为毕竟谈了五年嘛 然后我们家庭的人就说要结婚这个事情 然后要结婚就起到买房呀 然后就是直接回老家躺平了 你们是在哪个城市啊 我们在成都 成都还 好啊 他老家是哪里的 上海的吗 不是 雅安 雅安 我知道 大熊猫那个地方 我觉得买房的话 家里面确实多多少少的要出一点钱呀 他是之前 去年的时候 有个家里面提到过这个买房 是吗 他爸爸直接说 直接告诉他 没钱 就两个字 然后往下打发了 对 然后他今年就一声不吭 就提分手了 也没有跟你戏聊 从去年的年初到现在 就是到今年四月份都是一笔嘛 然后也没有就是和我真正去交流一下 到底结婚这个事情要怎么去办 也没有给我一个 就明确答复 要不要结婚 就一直在煎熬 一直在煎熬 那你家里人知道这事吗 他们有啥反应吗 我一直瞒着我妈妈的 因为我不想让 不想就是让他 因为房子这个事情 让我和他分手嘛 我就在心里面一直就觉得 对他抱有希望 就一直拖着 一直抱有希望 他原来做什么工作的 他以前是做那个 搬带工作上班 一个月大概收入有多少 当时在成都的话 一个月是一万多 哦那挺多的呀 那还可以啊 后来是因为什么就辞职了呢 还是说被裁员了 还是怎么着啊 是不是他压力太大了 那这一年你们有就是聊过结婚这件事情吗 我和他聊的时候 他不会 他不会这么回答的 他就给你扯话题 就扯到其他地方去 就让我真的很伤心很伤心 就是都没有实质 聊到大家的一些需求 他有过想法说你们要结婚吗 有过这样的打算吗 或者他为这个事情做过什么事吗 他真的没有为我们的 为我们就是未来做过什么打算 那你该开心才对啊 我跟你说 你这种你要是说 真的跟他在一块的结了婚了 孩子生出来完以后的话 你会更闹心 你那个时候打电话过来 可能就不是想吐槽了 就是想骂街了 你应该庆幸才对 我想问一下 你有没有考虑过 你回亚安 然后跟他一起在亚安生活呢 我真的有做过妥协的 我都有说过 那去书买房子好吧 我就跟着你回亚安嘛 然后那边就是生活压力也小 他也不愿意 他不愿意 他不愿意 他就没有想跟你继续走 你如果去亚安 可能他就回成都了 我真的觉得你应该开心才对 你没有跟他走到一个 不同频 对 就是我一直有的时候 跟一些学生也说 包括我陆姐妹也说 我说男人最重要的两点 一个叫上进心 一个叫责任心 这两个非常重要 然后通过刚才你的这个描述的话 我个人觉得啊 可能上进心没有那么足 然后的话 责任心 还不如上进心 所以说你没有陷入到太深的时候 你跟他分开 我觉得这个事本身就是一个 特别好的事情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个人觉得啊 说到中间要不要回亚安那个事情 我跟你说 你有自己有心理有想法就可以 像这种情况下 我个人觉得可不要去妥协 为什么 你妥协一次 你就会说妥协第二次 尤其是在 你在什么样的城市去定居 你要知道就是有的东西 叫做合理化的建议 我觉得你那个叫妥协 咱们两个要不要去一个相对压力 没有那么大的城市 去工作或者生活 原因一 原因二 原因三 你看我们这个叫商量 商量出来的结果 这不叫妥协 商量的事可以做 但妥协的事千万不要做 是个好事 对 是个好事的好事 重获新生 重获自由 而且的话 姑娘我听你这个声音 我就知道 你一定是个美女 笑了 可以了 咱这节目那就容易了 你好听您的声音像个帅 真的因为我听姑娘的声音 肯定是个美女 而且的话开宠物店的对吧 做宠物行业的 肯定会很有爱心 对 像你声音这么甜美 长相那么可爱 又有这么爱心的一个女孩子 难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 又有责任心又上进心的人 在前方等着你吗 没有张老师 没有这样的人 会有的 会有的 你要相信自己 你家里人都不知道对吧 你分手他们知道吗 分手知道了 知道了 现在 因为我妈妈她那边就 在我谈恋爱的第三年吧 就她是陪我结婚了 然后我妈妈她就 好几几几净去 就把这个事情跟我 就是七大姑八大姨说了 然后我妈妈她就说 我确实很早就不同意了 但是她就说 这这么多年的酒席吗 因为咱们外边就是 这酒席叫非礼吗 哦 要把分子钱收回来 收回成本 哎呀 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不知道她的话 是有亲还是无亲的吗 等她说出来之后 你要是全部收不回来怎么办 哇我的天哪 我这个世界都坍塌了 确实 吹得太具体了 吹得理由太真实了 但是我感觉 你要是真的跟她结婚了以后 比这个后果还要更严重的 对 我跟你说 美女我嘴开过光的 你呢 声音如此甜美 长相如此可爱 又是如此有爱心的一个女孩子 前面有一定 一定会有一个更好的人 在前面等着你 知道吧 一定要往前走 不要往后退 一定要往前走 自己总也可以了 一定要对未来的生活 充满信心 充满期待 我跟你说姑娘 你要对你自己有自信 前面一定会有更好的人 去等着你 还是那句话 男人最重要的 一 上进心 二 责任心 当一个男人 你觉得他没有上进心 没有责任心的时候 这个人你再喜欢 他不值得你托付争生 就是你要知道 谈恋爱 有的时候跟结婚 它是两个不同的事 这个所有的年轻人 一定要记住 谈恋爱跟结婚 是不同的事 你记好笔记了没有 会考的 今年考研的主要是这个题 谢谢 谢谢你 谢谢你的分享 你已经笑了 我们早就完成任务了 对 谢谢拜拜 拜拜 他还需要一点时间 他因为喜欢了五年 这个很正常 但是说实话 时间会抹拼一些的 而且我觉得就是 他妈妈可能说 想要收回那个分子钱 那个 我妈也说这种话 很难受 你觉得他不在乎我的感受 他当成一个工具 要收钱 那他们不是那个意思 我孩子是个女孩 然后的话就是 我现在努力 也在给我女儿去挣钱 然后的话就是 为了将来 他能够在生活当中 有很多的话语权 就不要说说说 这个男人要我了 我就有生活来源 不要我就没有生活来源 未来我女儿 在结婚的时候 我也一定会要求男方家 去所谓的 给这个分子钱 但是注意 我不要的是 男方父母的钱 我要的是 男方的态度和能力 而且刚刚这个朋友 就是刚毕业不久 就要面临买房的问题 这个有点急 这个确实有点急 现在买房 太难了 我都很难 对 我也建议各位 所谓的准丈母娘 一定要给你的准女婿 一些时间和机会 给年轻人一些时间和机会 但显然这个男生也 对 不想有这个机会 烂女服务上讲 行 好 感谢张雪峰老师 然后我相信 还有很多观众 也有很多的吐槽 想要跟我们讲 欢迎打工人们 通过小程序 社群 微博 视频号等多种渠道 关注并报名 我们的节目热线 来这里吐槽生活 发泄情绪 咱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再也不见 拜拜 我俩还在 你咋把我节目 都给整没了 我俩还在